娱乐转圈圈 新一季来说 第二季的节目更换了不少音乐合伙人 王力宏 苏友鹏不在 多了胡海权 陶哲 孟美琪 新一季的节目相较于上一季来说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但唯一不同的是 音乐合伙人方面多了个流量爱豆孟美琪 节目播出后 孟美琪也完美 承担了其该有的责任 为节目制造话题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出道30多年的周传雄来到了舞台 作为一个有着黄昏 关不上的窗 寂寞杀周冷等众多经典曲目的音乐前辈 在节目中却要接受孟美琪的点评 吃瓜群众自然也是难以接受 不仅如此 随着网友的发酵 事情已然变了味 原本孟美琪只是一个合伙人的身份 但传到网络上后却说 孟美琪是周传雄的导师 节目现场两人就没什么交流 结果外界却说孟美琪在现场点评周传雄 逃者没有选择周传雄 结果外界却说是孟美琪淘汰了周传雄 大家都是在做着听歌 唯独孟美琪成了不尊重周传雄 广告商刻意剪辑 吃虫草镜头 结果就说孟美琪不尊重嘉宾表演 总而言之 这两天的孟美琪在网络上是备受质疑 而节目自然也就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只不过一二来去 孟美琪在网络上的口碑就崩了 本来就是流量一人 如今就差全网众潮了 今日凌晨 孟美琪方发文表示 作为常驻音乐合伙人 参与节目 从未对周传雄老师做出任何点评 禁告节目组 尽快出具相关声明 否则将暂停一切与本节目相关的宣传配合 随后 天赐的声音二节目组 发文回应早前孟美琪作为周传雄导师 并指导仪式 其表示 节目并非选秀 没有高价之分 更没有设置导师 和学员的身份 并希望大众能将重点放在音乐作品上 事情发展到现如今 吃瓜群众才明白 这只是一场误会 只不过 不管是孟美琪方还是节目组 未免也太马后炮了 从事情出来后到现在都已经过了两天的时间了 孟美琪在网络上已经被黑得挺无完肤了 结果双方到现在 才在网络上发声明澄清 这期间对孟美琪所造成的伤害 又该怎么才能弥补呢 事实上也不难理解 双方为什么会如此 要知道 孟美琪作为圈内知名的流量明星 节目组一开始邀请她 肯定就是冲着孟美琪的流量去的 如今 好不容易有话题了 自然不肯 轻易就结束 如今热度有了 也就开始澄清 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而至于对孟美琪造成的所谓伤害 节目方自然也就不会在乎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